- 嗨,大家好,我是Enter 歡迎收看EnterBox 今天我們來開箱的是一台NAS 這台NAS是來自QNAP的 型號是TVS672N 因為這台機器它的機身比較大 然後重量也蠻重的 我們比較沒辦法把它放到桌上 把完整的開箱拍給大家看 那我們就先看到產品的配件 以及周邊我們會搭配使用的產品 那這一盒是QNAP的TVS672N的配件盒 那裡面有像剛才看到的說明書 然後有螺絲 那螺絲就是鎖硬碟的 那網路線是CAT51的 接著我們就看到NAS本體囉 再來看到NAS後面的連接功能 藍色的Type-A是USB3.1 Gen1 剩下的USB Type-C跟Type-A 都是USB3.1 Gen2 那還有兩個EG的網路口 以及一個5G的網路口 以及HDMI 2.0 那這個2.0代表它就有支援4K 60fps 那最上方還有兩個PCIE擴充槽 NAS的前面呢 則有一個USB3.1 Gen2 Type-A 這個紅色的USB 可以方便快速的做到一鍵備份 那還有開機的按鈕 那正面這邊就是6倍的硬碟槽 以及LCM的顯示介面 6722N也有兩個 M.2 PCIE Gen3 by 2的SSD擴充 所以等一下我們也會在這邊 加上兩條SSD來增加NAS的速度 接著看到其他配件的開箱 這個是Q&A UC 5G ET 這是一個將USB3.0轉成5G網路的轉接器 那它同時也支援5G、2.5G、1G都可以支援 在作業系統方面 Windows、Mac跟Linux都是有支援的 拿開包裝後 接著把裡面的內盒拉出來 首先看到這個是說明書 好,我們先放旁邊 然後這邊有一條連接線 這是USB Type-A轉Type-C的 接著看到轉接器本體 哇,整個是鋁脊型的外殼 還蠻有質感的 然後這兩面都有貼膜 我們先把它撕開 重量大約是108.7公克 接著要開箱的這一盒是一張擴充卡 這個擴充卡是QNAP為NAS設計的 10G的網路擴充卡 這個擴充卡就是把PCIE擴充成10G 轉接成10G的網路 因為TVS672N上面只有一個5G 透過這個擴充卡 我們就可以多了一個10G的網路 可以拿來擴充 這個型號是QXG 10G1T 我們等一下也會把這個擴充卡的 安裝方式和過程 在後面的影片呈現出來 可以看到這個擴充卡上面 主要的晶片都有鋁脊型 來幫助散熱 別忘了盒裝底下還有其他配件喔 像是這個擴充板 還有螺絲 不過螺絲等一下應該是用不到 比較會用到的應該是這兩個擴充板 因為我們等一下要把它的擴充板更換 才能安裝到NAS裡面 以及這個蠻重要的就是 10G的網路線 我們這樣才可以建立出10G的網路通道 這邊還有一本說明書 如果大家比較不知道怎麼安裝的話 也可以看著上面的步驟安裝 那要更換這個擴充板 我們要先找到對應機型的擴充板長度 然後我們將原本的借下 只有兩顆螺絲而已 所以還蠻簡單的啦 然後再將我們要用的擴充板支架安裝上去 然後兩顆螺絲鎖回去 大概這樣這邊就完成了 完成以後我們先把它放一邊 因為我們先來處理SSD 我們等一下會把SSD跟QXG 10G一T一起安裝進NAS裡面 這樣就不用重複做兩次了嘛 也比較方便 那我們這次要使用的SSD 是來自TQ的NVNE M.2 PCIe SSD 它的規格是兩條512GB的 然後頻寬是PCIe Gen3x2 當然如果你想要在NAS上面使用 PCIe Gen3x2也可以 只是速度不會發揮到那麼高 只會在PCIe Gen3x2 這個是受限於TVS672n它的頻寬的設計 那TQ這兩條比較特別的是 它使用的是NVNE M.2的顆粒 所以我覺得在它的耐寫耐用上面 應該會比較持久一點 因為這兩條SSD都是全新的 那TQ隨附是有這個散熱片的 我們就把散熱片貼到SSD上面 貼好以後我們就準備 把擴充卡跟SSD都放進NAS裡面囉 那我們先放SSD 首先SSD呢 它可以直接塞在這個M.2的插槽 而且QNAP的設計還滿貼心的 不用鎖螺絲 直接用這個卡榫就可以直接把它扣上去了 所以你就不用擔心螺絲在裡面會不見的問題 兩條SSD都安裝好後 我們就來處理擴充卡 那因為擴充卡安裝的這個位置 剛好被電源供應器擋住了 所以我們要先把電源供應器先卸下一到一旁 好卸下電源供應器上面的兩顆螺絲 然後在機器的背面也有三顆螺絲要卸下 好那我們就先把電源供應器放在一旁 線都不用踩喔 就是這樣放在旁邊就可以了 然後看到PCIE檔板這邊 我們把這個支架的螺絲把它卸下來 接著把剛才裝好的擴充卡拿過來把它裝上去 安裝好後再按剛才的順序 把螺絲鎖回去把電源供應器裝回去 然後機殼蓋回 好這樣就結束啦 硬碟方面使用的是西捷的NAS HDD 總共6顆4TB 在安裝好拖盤後 我們就把拖盤一顆一顆送進NAS裡面 總共6倍就安裝完成了 那今天的開箱差不多就到這裡啦 下一部影片我們會和大家聊一聊 為什麼會選擇這台NAS 以及它有什麼功能 它的效能到哪裡 要請您按讚訂閱分享Enterbox 我是Enter我們下期再會 我們下期再會 我先不打算